大家好,这里是龙话说剧,我是山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豆瓣评分9分以上 被誉为神座的绝命毒师第二季第五集 回顾上集精彩内容 小粉进了一趟橘子,所有的钱被汉克没收 一招回到解放前,穷的掉底 父母对他彻底没了幻想,将所住的房子收回 投靠朋友不曾到处流浪 一夜间他尝尽了世间冷软 老白为了缓和家人关系,延迟创业 每天照顾妻儿一日三餐 但白嫂对他的表现实肉无睹 日常冷战似乎没有尽头 老白为此心理交瘁不知如何破解僵局 嫌疑少叙,书接上闻 由于冷战还在延续中 再次来到医院接受化疗只有老白一个人 看别的病人,有家人在旁血汗问转 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检查结果出来后才好受一点 病情得到基本控制 第一轮的治疗到此结束 回家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下次治疗时间在两个月以后 正好也是白嫂的预产期 缴费时长长的账单让老白干颤 再看金额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带着疑惑询问收银员有没有折扣 得到的答案已经是包括在内了 收银大妈给了他一块标牌 以示安慰和鼓励 老白拿着总感觉这玩意烫手 出门后直接丢进垃圾箱 账单呢已是三份 很快就寄到家里 白嫂大概算了算 住院三天总共一万三千块 真是宰人不见血的地方 也许可以让格雷琴和艾廖特 帮忙承担一点 老白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 嘴上却说可以考虑 他来处理 白嫂这才松了一口气 起身离开 深夜老白躺在床上无法入眠 起身拿出所有的钱 除去缴纳的费用外 所剩无几 感叹制毒都没有医院洗血块 照这样下去 又要过上负债累累的生活了 令人难以忍受的是 新一轮治疗结束 呕吐更加频繁 身心俱疲 让老白坐在地上 久久不愿起身 冲厕所时 又发现堵在马桶里的烟盒 这是家里不该出现的东西 难怪会闻到 白嫂身上有一股烟味 另一边 阴汉科除掉大毒硝 涂酷 近日来 小珍不在乌烟瘴气 平静不少 贩毒的小混混们 都不敢再嚣张 但这样的情况 不会持续多久 因为总会有人 接手涂酷的生意 最近毒贩们经常提到的名字 叫海森堡 汉科推测 此人可能是下一个大毒硝 不过警方现在还没有掌握他的资料 但会一直追踪下去 在领导眼里 汉科就像鲨鱼 发现猎物后 会不惜一切代价 追踪上千里 因此汉科升职 同时兼顾这里和爱尔帕索 他一高兴决定请同事吃饭 就在这时 电话响起 汉科让他们先去楼下等 当他忙完准备下楼时 电梯里突然感觉天旋地转 呼吸困难 莫名的恐惧围绕在四周 不肯散去 汉科用力掐大腿 试图清醒一点 却没有任何效果 依旧喘不上来气 直到电梯门打开 症状才有所缓解 自此以后 他向单位请了假 大部分时间都在车库酿酒 玛丽对此十分不解 得到梦寐以求的升职 不是应该干劲十足吗 而他却在这里喝酒寻开心 汉科解释 前段时间太累 难得有时间放松一下 享受生活 可玛丽走后 他立刻精神萎靡 画面给他小粉 有钱之后 他主动把车开回表哥的停车场 嬉皮笑脸的地上停车费 修理费 还有损坏大门和厕所赔偿 解决完纠纷提出 旅行车还要放这里几天 表哥趁机狮子大掌口 一周收费500块 小粉虽然知道被宰 但也有钱不在乎 顺道花了9000块 买了辆二手车 所有问题解决后 还要找个住的地方 根据招租广告 来到一栋别墅 房东是个长相和身材 都很哇塞的女孩 叫珍妮 小粉当即决定住在这里 但珍妮要求很高 不许在室内吸烟 不许养宠物 还要提供收入证明和雇主信息 而小粉除了钱 不能提供任何 珍妮一听拒绝出租 尽管小粉再三保证 自己是好人 并有能力支付房租 绝不拖欠 珍妮还是没有改变主意 解释到 这间房子属于爸爸的财产 自己负责帮忙打理 只能按规矩办事 小粉见说不通 开始卖惨 被家里赶出的事 如实讲述一遍 珍妮可能想到 曾经的惨痛经历 短暂犹豫后 同意出租 但每个月加100房租 小粉自然没有任何问题 在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大名 搞定所需一切 终于和之前的倒霉日子告了别 几天后 老白将车开到荒郊野外 小粉也开着旅行车来到这里 两人的钱都锁剩无几 再不开工 只能喝西北风 但制度简单 卖给谁是个大问题 老白提出 白天做出来 小粉晚上卖出去 没有图库这样的大买家 批发直接下降到零售 如此一来 收益直线下降 小粉坚决不同意 单干不仅辛苦 还有丢命的风险 并且他已经有了案底 为了这点小钱 搭上自己 太不划算 并且每月要交房租 相比之前的生活 还是有很大压力的 小粉提出 不如自己做图库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能多赚不少 从认识的人中 挑几个靠谱的 建立一个完整的销售网络 自己控制生产和分销 也能正式退出幕后 减少很多风险 更关键的是 能大把大把的赚钱 老白对他的计划 很感兴趣 却拒绝别人参与进来 一个250 已经让他焦头烂额 再多几个 更得早死几天 小粉却不给他拒绝的权力 之前说好的 你负责制 我负责卖 这条铁律 应该一直保持下去 难道还要像 和图库合作那样 将两人置于危险之中 差点丧命 老白第一次被怼的 哑口无言 承认在某些方面 还需多加学习 这一看 这孩子也没有那么二 苦难果然能够让人迅速成长 隔天 他就把瘦子 胖小和猴子 叫到家中 讲述自己的宏图大业和规划 一盎司货 卖2500 上交2000 自己赚500 唯一的规矩 就是老老实实的卖 别开油 胖小提出 价位定的偏高 如今市场最贵 才1800块一盎司 但小粉对自己的货 充满信心 并且徒库死后 整个市场严重缺货 这时只要手里有东西 绝对放空 就此 私人的销售团队正式成立 能走多远 全靠各位努力 晚上是老白的家庭聚会 席间每个人都暗揣心事 只有玛丽和往常一样 喋喋不休 白嫂懒得听下去 转身回屋 她还在为玛丽偷窃的事耿耿于怀 面对追过碎碎念的玛丽 做了近身的动作 随后要求她为这件事道歉 否则一刀两断再不走动 玛丽念她无比认真 只能违心说句对不起 就此两姐妹兵士前嫌 小白很想知道 击毙图库的细节 但这正是 汉克和老白都不愿想起的过去 时间飞逝 夜幕将整个小镇笼罩在黑暗之中 这也是引君子们的狂欢时刻 销售小组走街串巷 生意格外红火 一夜功夫销售小组收获了大把钞票 开始的行动一帆风顺 不过瘦子却遇到了一些小麻烦 两人拿出尖刀将货抢走 隔天小粉把属于老白的一万五交给她 拿到钱后 老白才彻底相信她的实力 不过钱少了一千块 小粉只好把被抢的一盎司说明 并解释 这是做生意该有的损耗 老白可不这么认为 这是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因为这个消息散播出去 每个人都会知道 小粉的货是不用花钱买的 想过没有 为什么屠库的货无人敢动 小粉想清楚其中深意 莫不作声 老白回家后 妻子正在吃素食 这是他以前绝对不允许的 老白彻底失去耐心 直接掏出烟盒质问 白嫂有些愧疚却不甘示弱 吼道 三根半烟不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 并且自己也感到羞耻 剩下的全部丢掉了 说完气哄哄的走人 老白有些懵逼 这是犯错人该有的样子吗 随后也出门来到小粉家 掏出那把左轮手枪 只有一句话 心不狠站不稳 汉克精神依旧高度紧张 夜里屋把啤酒爆平的声音 当成枪声 端着枪挨个房间检查 看来他也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 早晨汉克拿到除库的牙贴 来到河边 这玩意捏在手里 就感觉几倍发凉 直哆嗦 啥荣誉不荣誉的 可别碍眼了 卯足力气将他丢进河中央 希望所有恐惧能就此消失 绝命毒师第二季第五集 到这里就结束了 白粉二人组冲大锣鼓另开张 建立了销售网络 能否正常运行 小粉该用什么方法 拿回被抢走的钱 并警示 尹君子们偷抢的后果很严重 汉克的精神 每天都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丢掉牙贴后 症状会跟着消失吗 点击关注精彩有趣 每天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